公園路口處兩臺警車包夾 中間一名男子狂吼咆哮 遭警力義勇而上壓制 因為這名男子稍走進池柴刀 隨機朝路人揮砍 甚至還在大街上追逐 嚇壞眾人 驚悚揮砍案發生在台中公園 晚間十一點半 後續警方將二十八歲 劉姓男子押回派出所 他公稱在網路上玩遊戲 結果和網友起爭執 網上嗆瞎約談判 結果進持拆刀 到公園隨機找路人坐實揮砍 根據瞭解二十八歲 劉姓男子又傷害前科 這次和網友玩線上遊戲 玩出火器 現實生活中闖銷大禍 專一恐嚇罪移送台中 遞檢署偵辦 將近五千萬 宣偵台中 從専門的回答